身穿綠色外套 臉戴口罩的銀行搶匪 得手後快速跑進巷子裡逃逸 再看一次手上的黑色包包 裡頭裝著得手的90萬現金 邊跑還邊調整背帶 頭也不回快速逃逸 拿來要挾銀行行員的手槍 沒看到蹤影 銀行內內外外 聚集大批員警持續戒備 見識人員也帶著工具趕到現場 先圍起封鎖線 再拉下鐵門 在銀行大廳 仔細採集歹徒留下的相關證據 看到櫃台人比較少的時候 而且只有一個行員 只有一個行員的時候 他才實施行搶 這起銀行搶案 就發生在25號傍晚 一名體型矮胖戴著口罩的男子 以徒步的方式 走進這間位在高雄男子區 後倉路的銀行 他一進門就持槍大喊搶劫 結果一共搶走了銀行內現金 大約90萬元後逃逸 保險家車追珠來 當時我那個搶匪 他是有做一個動作 類似要拔槍 要嚇阻他 當時這名搶匪 身穿著羽絨外套 臉上戴著口罩 所以銀行行員 還有裡面的顧客 也沒有人看清楚他的長相 而警方也已經調閱銀行內外 以及沿線的監視器 要來掌握嫌犯作案 以及逃逸的路線 記者林振燕高雄報導